粉丝继续的一台荣耀20 Pro 那么进水的手机啊 有两G没有4G啊 但是两G不能打电话 我们拆开后盖啊 看这个手机 以前不知道修的啥啊 这个手机的天线都是断的啊 是后接的 那就是红色的线啊 直接飞了一条线 那么这个也是不影响4G的啊 那么问题肯定是不出在这里的 所以我们要拆下主板啊 那么进水的手机 信号故障 我们肯定就锁定信号的区域 那这台手机呢 我们是直播的时候修的啊 所以说啊 中途没有拍视频 这个已经修复完成了 那么我们拆下这个射屏部分的屏蔽罩 就发现这一圈啊 这个位置腐蚀相当严重 那对于这种新款的手机啊 也基本上没有图纸啊 我们只能凭经验去修啊 进水的 那么我们看到腐蚀的地方 那么就对腐蚀的地方 进行处理就行了 只要它在信号部分 我们不管它是干什么的啊 那么我们对它进行处理 那么首先加焊 加焊之后不行了 因为腐蚀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最后拿下了这两个芯片 那么底脚都有腐蚀啊 都有烧掉点的现象 那么我们将芯片进行处理之后 那么装机测试 那么这个时候开机啊 等待进入系统 那么进入系统之后 咱们就看到啊 左上角 中国电信 4G啊 那4G出来了之后 咱们要给它进行一个测试啊 那么看一下 能不能上网 能不能打电话 那么经过测试 一切功能正常啊 那这个手机故障啊 完美修复了 那我们最近呢 接到进水的手机啊 相对比较多 那么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 洗澡的时候 别带上手机 一起洗啊